好 今天玩的是少年價值老 這款遊戲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彎法 結果聲音怎麼這麼小 它是以三國為題材的一個手遊 我們直接講一下攻略這樣子 這邊教你做一個角色的準備穿袋 教你再提出新的戰鬥力喔 它的玩法其實蠻簡單的 我再攻略給你看 那它其實是三國的掛機耶 這個就是兩倍數的意思 技能釋放 它也可以跳過戰鬥這樣 三國的方式手遊 你看 好 那這邊就是關卡攻略的部分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有兩倍數 喔 關羽還關家軍耶 也太帥了吧 這款遊戲它也是一個非常耐玩的手遊 因為它是以結合放置這樣子 而且它很像有反傷耶 好 那你看這邊就有抽卡了 你看這邊就有抽卡了 喔 非常有趣喔 那這樣我們兩位奇異雄之後 你又有上陣這樣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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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多打掃啦 該耐玩耶 耐玩的手遊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有龍魂 然後你就可以有龍魂 其實就是比較像符紋吧 我們就一句掛下去 我非常的耐玩喔 那你每天上線這樣 上線零的收益就比較不一樣 你看你的 刮雞的那個數量 又也把你刮雞醬給它領起來 好像這邊 哇 它還在主線我耶 它還在教學我 就這樣 我們曾經的回憶 好 我們就有點掛機獎勵了 你看 哎呀 哎呀 那完成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了啦 好 這邊就叫你裝備穿戴 裝備升級教學 這個跟你們講了 裝備的穿戴 不能一件穿戴是怎樣啦 它也很可愛的耶 可以一件卸妝 不能一件穿戴喔 一杯高秋席 好吧 那最重要的是它也可以看 最重要的是它以無將為題材喔 這邊可以升級 升級的條件是你要有經驗單啦 掛機跟保護限定可以得到經驗單 你看它這邊就有經驗單的那個數量 你就是這樣一直捨留下去 有沒有 你看我們就只要經驗單了 那經驗單之後你就也在這邊做一個升級 它是十個為單位一次喔 再來 輪魂你就可以去抽 主要有暑假喔 非常耐玩喔 OK 總體有點就是這樣喔 它也是掛下去 它也是有手衝啊 它也是圖劍啊 它也是圖劍啊 唉唷 你看裡面的角色都這樣耶 我今天不知道要把它形容啊 我最會帥 你看 超帥的 然後它有那個邊牆攻略 這邊 好像這邊就有邊牆的攻略喔 元寶的取得 武將的取得 升級攻略 我要神器 我要寶石 經驗單 突破單 金幣 覺醒石 加號單 加號 再加號